现如今同新冠肺炎疫情一样在美国打得火热的 便是今年11月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 在为期不多的大选宣传拉票的日子里 双方都开始亮出杀手锏来诋毁彼此 那么关于这次疫情来源的核心问题中国 成为了他们攻击对方的武器 虽然大选本身和中国没有太多的关系 但是从两位候选人的言辞态度上来看 无论谁当选 中美关系未来都会变得非常棘手 5月13日路透社发表了一篇采访报道 报道中指出前美国副总统 现美国总统民主党竞选人拜登 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苏利文 在采访中的一段原话 他公开指出面对北京 特朗普只是善于说硬话 却没有行动来支撑 我们知道自特朗普上任以来 就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 在台湾香港问题上的小动作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说明面上的贸易战 杨阳萨萨打了将近两年 现如今还没有停贷的意思 再说现在的疫情 特朗普带领西方国家联合抵制中国 颇有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意味 在我们看来 特朗普对中国的行动已经雷声很大 且鱼粮也不小了 但依旧成为了拜登对其攻击的把柄 那么言外之意 拜登上任之后 难道要直接跟中国开战吗 关于这点 苏利文在采访中多少也透露了些 他说拜登副总统打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让特朗普为其应对中国方式的灾难性失败 以及其对华硬化多行动少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负责 他说在新冠疫情问题上 特朗普先前对习近平的多次称赞 实际上帮助了中国 损害了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 同时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而在贸易战中 他因为特朗普让美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但是得到的回报却少之又少 我们知道在特朗普上任以后 美国两党内的矛盾非常之大 民主共和两党打嘴炮已成常态 但是在中国问题上 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与默契 就在去年5月 拜登在一次公开发言中还称 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吗 得了吧 但一年光景 拜登却想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 比特朗普还仇视中国的人 这一变化 不管是发自内心 还是为了选票 对中国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 总统的言论与行为 也能够从上而下的影响到选民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 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不认同观点 上升了20% 达到了15年以来的新低 现如今两位总统竞选人 都把打击中国作为赢得民心的手段 所以不管是民主党当选 还是共和党连任 中美关系势必在下一任期 将继续走强恶化 而从中国政府目前的回应态度来看 似乎也已经过了 闷声发大财的时期 开始和西方列国硬碰硬 舌枪纯箭的互怼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更加激发了美国的斗志 那中国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抗衡美国 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足够稳固 来应对接下来的冲击 大家怎么看呢